大家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一,我们继续跟进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汽车工人罢工还没完,美国可能又将爆发一场大罢工 就在美国汽车工人罢工正闹得轰轰烈烈时 美国最大的私营管理师医疗组织凯撒医疗集团也遇到罢工危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10月1号报道 美国凯撒医疗集团与该集团工会联盟之间的合约 于当地时间9月30日晚到期,但双方未能达成劳资协议 工会联盟警告称,如不能达成协议 该联盟旗下成员计划在10月4号到6号期间进行罢工 罢工范围将涵盖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等5个州的医疗机构 凯撒医疗集团工会联盟的成员超过7.5万名 如果罢工开始,这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医疗保健系统罢工 凯撒医疗集团是美国最大的私营管理士医疗组织 在美国夏威夷州、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等8个州 以及华盛顿特区运营着39家医院和近700个医疗机构 此次凯撒医疗集团工人罢工的主要原因有 美国劳动力市场紧张、工会合同到期和通胀高企造成的生活成本上涨等 很多一线的医疗工人难以应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 凯撒医疗集团工人的主要诉求包括 全面提高薪资、待遇、以应对目前的生活成本上升问题 加强对分包和外包员工的就业保护 改善退休员工医疗福利 以及解决新冠疫情以来的人员短缺问题 改善工作环境等 凯撒医疗集团客户服务代表威廉姆斯说 我们在超负荷工作 已无法再向病人提供应有的照顾 9月30日 工会联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劳资协议到期后 如果不能达成新的协议 工会联盟决定在10月4日至7日之间 在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俄勒冈州、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州等5个州 以及华盛顿特区的凯撒医疗集团下属的医疗机构展开警告性罢工 并将是情况决定是否在扩大罢工活动 而一旦罢工开始 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医疗保健系统罢工 根据康奈尔大学劳资关系学院的数据统计 截至目前 全美今年已经有约362万名工人进行了罢工 而两年前同期的罢工人数仅为36,600人 特斯拉解释FSD如何运作 没有高清地图 只依靠神经网络和大量数据 美国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最近解释了 其全自动驾驶软件是如何运作的 以及其做出决策背后的依据 特斯拉的官方账号转发了特斯拉硅谷车主俱乐部 发布的一段短视频 展示了FSD如何在没有任何导航的情况下 湖边的一条土路上行驶 该俱乐部写道 世界还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 特斯拉的官方账号回应称 特斯拉FSD不依赖高清地图 这意味着AutoPilot 可以在汽车以前从未见过的地方启用 虽然它会考虑导航已到达正确的目的地 但如果没有路线或地图可用 它只会选择最可能的路径 这条路径是由大多数人在任何给定场景下 所做的事情决定的 并用我们全球数百万辆汽车的学习提供动力 车道的概念也只是松散地嵌入到我们的系统中 使汽车能够自信地在没有标记的道路上行驶 特斯拉利用其车队的视频来训练其FSD的能力 马斯克此前曾表示 道路是为生物神经网络和眼睛设计的 因此数字神经网络和摄像头将发挥最佳作用 今年7月初 在2023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马斯克还表示 特斯拉非常接近实现全自动驾驶能力 他说过去我对这个预测一直是错误的 但我觉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预测 谷歌将在印度生产笔记本电脑 这是莫迪吸引科技巨头的又一胜利 北京时间10月2号下午消息 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首席执行官S.P 在原名为Twitter的社交媒体X平台上发文称 谷歌正与惠普合作 已在印度生产Chromebook 此举将有助于谷歌增加在印度的供应 并更有效地与诸如戴尔和华硕的Windows电脑竞争 这也是印度总理莫迪的又一次胜利 他此前出台了2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 以吸引科技巨头把印度作为生产基地 瑞云 美债收益率或将大幅回落 投资者未来一点有望收获20%的回报 瑞云 全球财富管理公司认为 9月份债券市场的震荡可能为投资者提供一个 在一年内从美国国债上获得高额回报的机会 如果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近期收益率在4.5%左右的 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持有者 在一年内可能获得至多20%的总回报 瑞云全球财富管理公司美洲首席投资官 SM为首的一个团队在上周五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美国国债收益率仍远高于长期均衡水平 随着宏观经济前景变得更加支持债券 这为收益率下跌提供了空间 债券价格与收益率反向而动 随着投资者在规模约2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寻求币限 可能推动美国国债的价格大幅上扬 瑞银的基本情景预测是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将在12个月内跌至3.5% 在经济增长的上行情况下将回落至4% 在美国经济衰退的下行情况下 美国基准国债的收益率将跌至2.75% 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基本情景下 这段时间的总回报率为14% 在我们的经济上行情况下为10% 在我们的下行情况下为20% 美国国债价格上涨可能有助于提振 追踪美国国债市场和整体美国债市的基金 数据显示 截至上周五广受欢迎的iShares 20年 Year Treasury Bond ETF今年下跌了10.9% 而iShares Core US Aggregate Bond ETF AJJ下跌了3% 数据显示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周五小幅回落至4.572% 9月份曾上涨近50个基点 这帮助股市在低迷的9月份收复了部分失地 而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回落至4.709% 好 又是新的一周 我们继续看一下美股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纳指期货的表现 纳指期货小幅跳空高开 随后简单的上拉 那么目前亚洲欧洲交易时段的多头 还是有一定的信心 收涨上涨0.9%左右 那么如果今天美股交易时段 简单的回落在指定 那么多头应该重新入场 做科技股的多头 对吧 那我们也在周末讨论了不同股票 不同行业 不同规模的股票 他们可能的走势 特别是几只若干之龙头股 特别是英伟达等等 他们只跌恢复到多头波段的概率 要远高于其他类型的股票 那么整体市场还是相对分化的 那么对于科技 纳指目前是有点恢复多头的一种感觉 所以如果今天猛烈的往下跌 再收起来 那么多头应该恢复做多 如果仅仅是浅跌 再收起来 那还是要继续做多 那如果今天收出一根带上影线的阴线 下午迟迟不拉起 那大家 咱们盘后再商量 就有可能 这是一个 这根下跌确认 被突破之后的一个回落 那么能否止跌 需要下一个交易日来确认 所以今天这三种情形 大家概率上 还是倾向于做多 这是纳指 说万一今天就是一根阴线 也有可能 你看之前这大阴线 那么次日还需要再判断止跌的情况 是吧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完全可以重复这个过程 多头可以适当的布局科技 或者说纳指 我们看一下传统股道指 道指有没有可能止跌 对于止跌与否 我们需要持续的阳线弄上去 它有吗 没有持续的阳线吧 那么它跟我们的科技股不一致 注意目前股市是相当分化的 不能一个二轮 那么对于我们的交易模式 是等待下跌顺线被突破 还要再回踩止跌一下 才能做 才能做多 小盘股呢 小盘股也是 不要急 那么需要等待下跌顺的右侧 它也完全有可能继续在这里 继续震 给你机会 建仓是吧 不要急 那么今天盘前微微的上涨 不行 力度不够 跟我们的纳指相比 我们纳指呢 还是略强一些 是吧 综合来看标普盘前 微涨0.65% 但由于它不仅受到科技股的驱动 还受到另外两类 小盘股和传统股的一个影响 所以对于标普来说 大家应该像其他两个类似 非科技股那样 去等待一个强势的上拉 然后回踩止跌 对吧 因为大家现在目前都是 MCD都是开口的死叉 想要恢复到多头 估计还要回落一下 对吧 包括纳指也是 在直边上 如果它拉升上去 势必会给一个回落 这还没形成金叉的 对吧 当然可以适当的少量的去试仓 今天如果是落下来 再猛烈的弹起来 应该做多 好 周一盘前 我们把美债再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十年期国债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在上周四 创了一个此轮波段的高点 那么周五想要跌下去 又弹了起来 这样的话 今天的K线 有可能再次测试一下 4.688这个点位 在技术位上 对吧 那么趋势方面呢 目前还是多头趋势范围内 因此后续呢 继续上行的概率也是有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第一假设 还是顺势向上看 好 今天呢 可能是一个冲高 一个小回落 好 这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刚才那个瑞银的观点呢 我们只是看 到底它在怎么看 它也分了两种情形 一个呢 是美国经济 如果一直上行的情况下 可能啊 国债收益率啊 就会啊 有10%的潜在的下跌空间 那么美债就是上涨10% 对吧 那如果是美国处于下行的这个经济 呃 氛围里呢 呃 那就是这个数字调升20% 不知道它怎么算的 哈 我们去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黄金 这里 呃 那么黄金呢 呃 这个过去几个交易日是直勾勾的下行哈 那么对于多头来说 呃 我们最近啊 就是以无需震荡的思路去看哈 同时这根下跌出现画好 我们看 123456 反正这数量也不好数了 因为黄金啊 大部分时候都是震荡行情啊 我们画好一根下跌出现啊 继续顺势与期 看一看他能不能啊 去测试一下近期的这个支撑区 有人说有没有可能提前啊 中值下跌呢 也有啊 有啊 因为黄金非常的复杂啊 这个标的 在我看来哈 那么趋势交易者肯定不是特别喜欢他 对吧 而震荡交易者或者是逆势交易者可能会比较喜欢 那么日内短线交易者也会比较喜欢这个图啊 这个图目前日线图还处在下跌波段范围内 因此等待起稳的信号才能去做多啊 应该继续顺势往下看 好 我们看一下S3Q啊 忘了说这个哈 那么今天盘前已经开始下跌哈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科技股还是有可能继续震荡 对吧 而不是走出一个底部架构 而是走出一个震荡 的概率会略高啊 盘前下跌了 是吧 跌破这根趋势线啊 那这样的话 多头应该离场啊 这个图的多头应该离场啊 有可能震荡啊 然后呢 届时呢 我们要看啊 在支撑区的表现啊 是震荡的还是跌破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位置 好 我们对一些热门的标记进行一些 呃 简单的梳理一下 我们看一下 UPST UPST的图呢 我们也是需要看到啊 强劲的止跌信号 其实啊 这周五这天有点回落哈 不是特理想 所以今天呢 也要看今天 美股开盘之后的一个 回落止跌的一个情况 好吧 如果啊 其实视觉上看的 这是第一大浪 是吧 当前是第二大浪 其实我们在等啊 这个图是在等第三浪的起点 是吧 所以第二浪到底在哪止跌啊 非常的关键 今天盘前是微微的上涨啊 我们看一看啊 再观察一下 不要急 因为盘前有时候不准啊 我们看一下苹果啊 苹果公司今天盘前也是上涨1%左右 他看看能不能凸上去 凸上去之后啊 还要一到两个假日回落止跌一下 会更舒服一些 对吧 那么他走完一个三浪结构之后 会不会在四五浪止跌呢 是需要我们啊 本周需要观察的 还是继续横排一下 暴跌一下呢 给一个下跌高潮呢 对吧 所以对于Dotter来说呢 可以适当分批的去布局一点点啊 那么后续给出右侧点位 或者是伸跌之后 再止跌 咱们再去加仓也是不晚啊 好 这是苹果的一个做法 理论上是啊 一个常识性建仓的一些位置了啊 所以是常识性的 而不是满仓啊 那之前有网有力啊 一旦我们说要抄底的时候 他就满仓一到两只股票 那你要抓准了 可以啊 那万一他不是呢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有适当的意识 我们看一下Sofie Sofie的图也是一个下跌波段的下策啊 下方啊 那么应该顺势向下 概率会高啊 他和苹果的图还是类似啊 震荡下行 需要突破回踩 再止跌一下啊 那如果无法有效突破 再漏了回来 或者是根本就没凸上去 就继续震荡下行的 他也会走出一个高潮下跌浪 对吧 好 这是这个 看一下Fastly 啊 Fastly其实已经破掉这根趋势线啊 那么接下来要看啊 这个下跌波段的一个止跌的一个情况 周四周五这两天的一个反弹啊 还不要急 还需要一个回落测试啊 回落再止跌才行 类似这种架构啊 类似这种 或者是这种啊 横盘一下 或者是在这边止跌一下 有时候下跌就算画画 画陡峭一点 不就止跌了吗 那那也得稍微回落一下 我们看一下木头节啊 木头节这图也是一个震荡下行的态势 大家看近期啊 都是在洗这个盘啊 洗完盘 我们我们之前为什么说要不断交易 就是允许他去洗盘 然后呢再等待抄底去嘛 那么近期很显然 大家都想要去抄底了 是吧 所以我们在观察底部 直接的这种稳定性 所谓起稳 稳定性高的话 就慢慢布局起来了 是吧 木头节这个 他这是一个潜在的 更高位置的一个头肩底啊 那么之前画这来着 现在画这来 也差不多啊 好 我们等待这个下距圈的右侧之地 或者是少量开始布局 FNJU呢 那今天就涨起来了啊 那么这个图呢 他同时也面临着这个阻力区的一个压制啊 对吧 我们先说 一二三四五 五在这指地 或者是凸上去五 对吧 都可以做多 那如果五往下砸下去呢 就不能 就不能太过着急啊 看科技类的应该有可能要指地啊 呃 这些都说过哈 AMD也是啊 近期需要看下距圈突破回溯的一个架构 SHOP呢 看一眼 SHOP也是 你看都是这种洗盘啊 那么这个位置 如果真的指地的话 大家都应该心一轮的抄底啊 嗯 好 我们继续看几只啊 U呢 U也是这样的图啊 对吧 都都一样啊 洗盘啊 完全一致 好 我们继续看啊 嗯 我们啊 说一下小鹰 鹰伟达 今天盘前又涨了哈 那你不得不做多了 那怎么办 有时候还不像不卖了 那不是啊 这个很多事后 诸管亮都说不像 不如不卖了 那你 对吧 你怎么确定呢 刚才我们看到那些图都是深跌呀 也就是说之前的波段涨了十步 他回落了七八步了 都已经有的 六七步还是有的是吧 那么大的回撤空间 那那要是把那利润拿到个三四三四步的这个利润空间 他不像吗 是吧 因为达我们之前在跌破的时候也说过 最容易最容易高位震荡呢 就是那几只龙头 是吧 我们也提醒过大家 而不是说所有的股都在深跌 那有的股回撤的是特别深 所以有网友之前留言啊 我老是那扎也没赚到钱 那首先呢 他肯定是建仓或者是卖出的点位有问题啊 另外就是建仓的过程 一直贪 在上涨的过程 爬坡的过程中一直假烫 最后回撤也不卖 最后就显示是亏损是吧 所以交易啊 其实不是就怎么说呢 非常不好评价啊 那么对于我们的龙头股呢 应该做多啊 应该做多 我们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了 跌不破这第一点 哎 对吧 周五那天完全下不去 就应该做多啊 周五盘前就说来着 那么 周四啊 这一天只跌出啊 突破 我们说周五如果回落止低啊 就应该做多 那今天盘又涨了 应该不局多的 后续我们可能再稍微横盘洗 回落一下也有可能 对吧 大家看这空间比较小 但也是从五百跌到了四百 对吧 跌了跌了一百块 五百跌到四百 多抓三四三五十块钱 我觉得是OK的啊 好 这是超底类的 我们周四周五的时候 标题上已经开始改版了 就说要开始注意超底的机会了 那准的就是更别龙头股吗 我们看一下亚马逊 好 亚马逊这波跌的比较深吧 对吧 一百四十五跌到了一百二左右 一百二十一 嗯 那么这样的话也要等待 我觉得可以适当布局了 龙头股啊 怎么说呢 有时候技术分析 呃 也管用啊 但是啊 你得有感受啊 对龙头股 说万一不止跌了 就是简单一谈的 所以是适当的 适当的 别一点都没买 就最后错过了 是吧 有没有可能下跌 其实按技术分析 这还没起稳呢 是吧 所以还得再再看一下 还没起稳呢 特斯拉今天盘家也为涨 哎 我们啊 在这说啊 需要突破 在这里横盘一下 止跌一下 继续做下一轮的多头 有人说 这卖了 不就白卖了吗 怎么会呢 他万一深跌了呢 我们把龙头股的做法 也是按照谨慎的思路去做的 那有的龙头股跌的也很深的 比如说台积电 AMD 是吧 然后看一下台积电 深不深 所以还要提防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的 台积电也要等待右侧 半导体行业呢 涨了 但是啊 下跌圈的右侧点位没有给出 国际还要再回落 谷歌呢 谷歌 怎么说呢 这能叫下跌吗 这个 所以啊 适当分批 不举一点吧 那么 看呢 今天有立好的消息面 应该是在新加坡的分支机构啊 获得了批准 今天我们要看他突破的一个情况 突破之后可以适当的布局多单啊 下一轮的多头又要来了 是吧 下一轮是大五浪 对他来说 高潮浪哈 一旦走起来是高潮浪 网友问CRM CRM不断交易 很舒服啊 一 二 三 是吧 等待右侧止跌 再去做下一轮 对吧 未来机车呢 未来机车 哎呀 周四周五有点止跌迹象啊 我们画好 其实现在看今天能不能啊 继续 理论上应该布局多单啊 因为再跌往哪跌啊 对吧 差不多的啊 应该布局多单 抄底类的 好 呃 富博什么的呢 富博还没有跌下来 这个是一个他你看他的洗盘形态是啥呀 是一个收两天掌型是吧 不是所有的图的一个形态啊 这个应该布局多单啊 是吧 是一个前代的头肩底的右肩啊 抄底哈 好 我们今天盘前先简单说这么多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盘后我们看一下 今天博弈的情况 再见